我們來看到呢 現在這個民主基金會卡韓的事情 因為其實韓國瑜他已經當立法院長 已經這個兩個月了 那遲遲還沒有辦法來上任 擔任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好那現在呢 這個不只是卡韓 還可能會出現卡爐 不讓這個爐葉忠來擔任執行長 好那尤其昨天又這麼突襲式的 甩鍋給了韓國瑜 說沒有等到他的回應 那私底下來決定是10號來改選 你怎麼看 這個民主基金會從他成立之初開始 一開始就是由立法院院長來 兼任所謂的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這從他成立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的慣例 然後以及是民主基金會當時的 自己特有的一個組織文化 那所以這一次 你說這樣子一個慣例 然後韓國瑜當時剛選上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他有說他不想兼任嗎 沒有嘛 但我們看到新聞就是 民進黨看起來就是要卡韓國瑜 不讓他擔任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嘛 這個無風不起浪 然後到現在我覺得他這個更扯 以及更無聊的事情 民主基金會他昨天自己發新聞稿 就說哦沒有啊我們很歡迎 就是很歡迎韓國瑜要來啊 然後我們要開這種監視會啊 但問題是到3月28號遲遲等不到韓國瑜的開會通知哦 邏輯完全錯誤怎麼講 第一點 韓國瑜現在是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嗎 不是吧還沒還沒改任還沒選任還沒還沒改任還沒開 還沒開董事會嘛 所以如果今天韓國瑜不是董事長的話 你現在董事長是誰 或者是你現在執行長是誰 誰才應該發開會通知 當然是民主基金會這第一點哦 第二點就是說 按照民主基金會這新聞稿邏輯 你這麼尊重韓國瑜 這麼需要韓國瑜答應或他召開 才能去開會的話 那我就問 為什麼你們4月10號就可以片面召開了 明顯嘛 你們4月10號的這樣日期 沒有經過韓國瑜同意 也沒有問過韓國瑜嘛 所以你就不用再說哦 一切都是要等韓國瑜去發動 你們完全有自己的發動權 那第三個絕對要釐清的事情就是 請問在3月28號之前這過程當中 你們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問過韓國瑜 什麼時候開會 或者是你們問了幾次韓國瑜沒有回 假設哦你們真的問了十來次 或問了好幾次韓國瑜都不理好 那我很客觀的說是沒錯 是我們韓院長的錯 他沒有回應你們 但如果你們一次都沒有問片面 發這新聞稿目的是什麼 一樣政治操作 就是要把當時說哦 沒有民進黨其實沒有不到韓國瑜當 其實我們很希望當 你還急著等他來當這個董事長 急著開會 是韓國瑜不回應 無聊的甩鍋 請問這樣甩鍋甩到韓國瑜身上 對你民主基金會對於 以及對於你民進黨政府 到底有什麼好處哦 再另外要講一點事情啊 民主基金會 為什麼民進黨不太願意放好 以前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念的是盡大東亞的時候 我們研究是中國大陸的 在我念研究所 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基金會 一個叫原籍 然後另外叫民主基金會 這兩個基金會都是這個 對於這個 學校以及學術界 甚至是兩岸交流之間 兩岸交流是指學術的交流 都是有一些計畫案 都是有些補助 有些研究案 大家都可以申請 後來我念到一半的時候 換成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 我們就聽到一個聲音哦 這兩個基金會 開始尤其是以民主基金會為主哦 他的很多的研究案 或很多的這種學術交流案 開始不補助 去中國大陸 或對中國大陸兩岸之間的交流 好 當然轉向其他國際 那我認為說 你今天要做這樣子方向轉向 然後你覺得其他國家 或是國際的其他的 交流更重要的話 我是覺得尊重 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上台之後就發生這個事情 再來就是民主基金會 雖然他是進行一個國際之間的交流 但同時回到我剛剛講的 他有很多研究案 而研究案的這樣子的補助 就是我們會學生或老師 會申請這樣計畫案 而這個計畫案的補助 到底補助的誰 以及誰比較有機會拿到 所以我很贊成神大佬講的話 就是我們以前都是一起申請啊 但我們隱隱約約就是覺得 做特定的領域 或他特定的這樣子人士 他拿到的基金會的補助會次數會比較多 或是他比較容易上 可能是他真的寫的 我這個計畫案比較好啦 或是他研究主題 符合當時政府所需要的嗎 那一樣我們把它看開來看 到底哪一些過去經常多次領到民主基金會的 這樣子補助的人 那現在是不是在民進黨政府裡面 或者是是不是在民進黨黨部裡面工作 我沒有說他違法 你合法申請 但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社會自由公平 讓大家看說民主基金會 他是不是反而成為一個去 豢養 或是去培育 他們自己人的一個組織 所以把他這個補助名單開開來看 我覺得是重要的 這也說明 為什麼現在民進黨開始有意無意的 去阻擋韓國瑜 今天董事長這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不想整碗讓韓國瑜捧去 但第二點是不是有什麼內部的資料 他們不想特別公開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 韓國瑜 以及這個盧業宗老師 堅持住 把董事長以及這執行長 好拿下來 重新去檢視一下這基金會本質 回到過去學術交流 以及國際外交的一個基本的本質 是 因為有人在批評說 這個民主基金會好像變成綠營的小金庫 那當然希望這個改選之後 包括韓國瑜跟盧業忠 可以一起 來像剛剛委員哥講的 可以來 讓他運作得更加的完善 好 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委員哥跟我們進行線上對談 謝謝 拜拜 好 感謝 拜拜 好 看到民主基金會 這樣子的一個卡韓的狀況 甚至還甩鍋給韓國瑜 說是沒有得到他的回應 於是私底下來決定要在10號來改選 對此國民黨立委王鴻威呢 就要來反問民主基金會跟外交部 你們真的有去問韓國瑜第一次開會的時間 還有討論的內容嗎 4月10號來召開董事會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時間之前 不管外交部也好 或者民主基金會也好 完全沒有跟韓國瑜商量過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一個未來即將要接任基金會董事長的韓國瑜立法院院長 為什麼民主基金會可以完全不尊重這個韓國瑜 他對於就是未來一個開會的通知 他甚至還在新聞稿裡面講說 遲遲等不到韓國瑜的開會通知 但是我也要反問民主基金會 反問外交部 你們有去跟韓國瑜去商量這個開會的時間 還有第一次開會到底要討論什麼樣的事情嗎 到目前為止 我所了解就是上個禮拜 應該是星期五的時候 他們就是臨時性的把開會通知交給 就是發給所有的董事 這些董事事實際上都覺得莫名其妙 之前完全沒有召會 連韓國瑜都是如此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請問一下召開基金會的第一場會議 到底你是不是要繼續的來卡韓或者架空韓 到現在為止也不得而知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擇 請上快點乾脆 請下小心一點 請下一次 請下擧 應快點 請下擧